第四千零八十一集 这一次的演唱会空前劫后 也爆出了最大的瓜 孙玲珑在演唱会上公然表白 南方家事尚不知晓 这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搞得叶晨一个头两个大 当然这是后话 叶晨也不打算沾染这份因果 此刻后台 你怎么会在这里 孙玲珑一改舞台之上 那热情的样子 望向叶晨的目光之中 包含柔腆之色 耳根红透了半边天 叶晨见状淡淡道 刚好在调查一些事情 听到你要开演唱会 就过来看看 孙玲珑抬头 神色之中有些激动 想看看自己 难不成 一时之间响入非非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 不知该如何开口缓解尴尬 一阵敲门声传来 孙玲珑的助理推门而入 在吸耳边轻声低语 我的朋友 孙玲珑有些不解地望着助理 是的 特别想要你的签名照 一般人我这边就打发 助理在一旁解释道 孙玲珑望了一眼叶晨 思虑再三道 让他们进来吧 叶晨闻言 起身轻声道 你先忙 我先撤了 闻言 孙玲珑的脸色 犯过一丝失望 只听得叶晨继续道 我在这边还要待一段时日 有空一块吃饭 孙玲珑转忧为喜 重重地点了点头 刚出后台的叶晨 戴着一顶鸭舌帽 神色凝重地 漫步在磕大的校园里 韩千敏和袁道锋身上 并没有太多的因果沾染 还是说 这因果被强者抹去了 突然 叶晨背后 响起了一道声音 你姓叶吗 叶晨闻言 转身望去 当看到对方 表情有些古怪 因为说话的 正是韩千敏 她的心里有些诧异 这女人认出了自己吗 叶晨没有回答 而是道 有什么事情吗 你是那位五年前 飞升而去的 华夏战神 叶晨 韩千敏无比直接 似乎不想废话 语出惊人 直接道出了叶晨的秘密 她只是在远处觉得像 但也无法完全确定此人 是不是自己要找的人 所以在看到之后 第一时间冲了过来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问道 她知道自己的行为 看似有些神经病 但却是认真的 她对待计算机 对待一切 都是无比认真 不然也不会调查叶晨几年 至于袁道峰 不过是因为 她意外发现了 龙魂的一些秘密 便通过自己的手段调查 她如今出现在这里 仅仅是女人的第六感 叶晨眉头一皱 万万没想到 自己会被发现 她心中的戒备 更胜几分 不是 叶晨淡淡道 韩千敏犹豫了几秒 觉得自己的行为 有些搞笑 便是道歉道 不好意思啊 我认错人了 随后 韩千敏便离开了 叶晨望着 韩千敏离去的背影 陷入了沉思之中 不一会儿 她的手机响起 教官 有情况 正是金冷燕 发来的消息 叶晨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旋即身影 消失在了黑暗中 当晚深夜 叶晨便赶往约定地点 与金冷燕会合 叶晨心中早有打算 若是遇到袁道峰 直接镇压便是 不过前提是 得到了诸多有用的消息 与此同时 华下一处郊区 冷燕 情况怎么样 叶晨见到了金冷燕 一见面就开口问道 金冷燕美眸看了一眼叶晨 犹豫数秒 开口道 没有袁道峰的下楼 但龙魂的队员说 有个人身上 有袁道峰的能量波动 极其短暂 对方就藏在里面 还有 里面这个家伙 之前似乎在暗店 待过一段时间 后来不知为何离开 待的时间不久 叶晨微微一正 有些古怪 倒是没想到 对方会和暗店 沾点关系 难道暗店 有人背叛了 照理来说 陆凌峰应该不会犯 这种低级错误才对 先别打扫惊蛇 观望一下 他进去多久了 叶晨问道 昨天晚上到现在 没有出来过 叶晨刚想释放灵石 查看里面的情况 金冷燕的声音 打断了他的思绪 怎么会是他 金冷燕诧异的声音响起 叶晨寻声望去 表情极度古怪 韩千敏居然在这个时候 出现在这里 怎么会是他呢 只见韩千敏的身影 一步步向着那座 卧拜的小屋走去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周围 直至消失不见 关上了房门 叶晨开启灵石 仔细听着里面的对话 刘叔 找到了吗 韩千敏道 男子长叹一口气道 千敏 我和你调查的 这个人有过接触 他没有认出我 我远远地看了一眼 便退走了 对方很强 远远超过了 我认识的案件 所有强者 我真的很好奇 你作为 骇客联盟的王者 眼下也是学生 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 调查这家伙呢 这家伙可不好对付啊 鼓舞实力极其强大 你父亲 韩千敏一改在学校的态度 神色极其凝重道 刘叔 我有我的理由 我必须找到他 那个叫刘叔的男子 无奈地摇摇头 劝道 我再提醒你一句 他可是个危险人物 你小心为上 金冷燕 自然也亏听到了对话 他眸子一凝 继续道 叶仙 啊 小官 其实关于韩千敏 我们还有一个消息 没有向你透露 这个消息 也让我有些意外 叶辰有些意外道 特殊在什么地方 金冷燕继续道 其实我们对韩千敏的调查 在内部出了问题 韩千敏的存在有些特殊 什么 叶辰表情极其古怪 金冷燕有些歉意道 其实韩千敏和你 还有些联系呢 具体的话 韩千敏的父亲 曾在暗殿和龙魂认识过 叶辰微微一正 什么 金冷燕沉吟片刻道 正是因为有这一层关系在 我的调查才被人蒙蔽了 一直觉得 他不过是普通人 虽然他不会鼓舞 但正因为他父亲的关系 他接触的东西级别 一点都不比我低 哦 还有 他还是华夏亥克联盟的M 在互联网界的地位 如同你在鼓舞界的地位 论数据调查和分析 他一人就抵得上龙魂 金冷燕还未说完 韩千敏的身影 从那座破落小屋里走出 向着市区的方向而去 容不得叶辰细想 急忙对着金冷燕撂下一句话 继续分头跟踪 你们盯着那个男人 金冷燕想说什么 还是没有说出口 他本想将韩千敏父亲的事情 继续交代 与此同时 叶辰紧随其后 一路之上 韩千敏都没有表现出 过于异样的举动 叶辰跟着来到了一片平民区 哥儿几个 今晚怎么一个人不见呢 我还着急找红姐呢 瞅你那扶不起来的样子 早晚死在女人肚皮上 老大 千敏来人了 为首的魁梧男子 猛吸了一口手里的香烟 反手将其扔在一旁 一柄匕首自腰间掏出 呀 还是个水灵灵的女儿 韩千敏刚劲拐角 等看清楚来人 想要逃跑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你 你们想要干什么 韩千敏的声音 倒是有些冷静 不过冷静中 依旧带着一丝慌乱 韩千敏的父亲 虽然在龙魂和暗殿任职 但并未教女儿 任何鼓舞和舞蹈 毕竟 鼓舞界太危险 他并不想韩千敏 进入那个世界 为首男笑眯眯地答道 小妹妹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哥哥缺点钱花 找你拿一点 应应急 韩千敏深知 不是这三人的对手 好在对方只是求财 利索地将自己身上 全部值钱的玩意儿 都扔在了地上 诺 都给你们 我没有钱了 韩千敏的身影 边后退边倒 三人色眯眯地 望着韩千敏 我们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骗人呢 这样吧 我们来搜搜神 前几神色一寒 抽出腰间的匕首 对着另外两人 点点头 三人向着 韩千敏的身影靠近 别过来 韩千敏发出一声嘶吼 但他哪里 跑得过三个大男人 被一把扯住头发 抓了回来 哥儿几个 一块玩玩 猥琐男 开始解裤腰带 另外两人 吟笑着点点头 先把他打晕 老这么叫 再把人喊来 其中一人 对着韩千敏的 搏梗处 用力一击 少女失去了意识 倒在了地上 夜晨的目光 在黑暗中 默默地 注视着这一切 这女孩 没有任何战斗力 就完完全全 是个普通学生 她为什么 一定要执意 接触 原道风 这一层的秘密呢 夜晨本以为 可以借此机会 看看韩千敏的 真面目 谁知 这女孩 真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没办法 只能自己出手了 她从黑暗中 走了出来 三人自然注意到了 夜晨的存在 魁梧男人 手中匕首一转 向着夜晨走来 臭小子 少管闲事 小心见红 夜晨眸自充斥着淡漠 不为所动 那魁梧男人 显然觉得有些愤怒 就好像自己 为挑衅一般 一步踏出 手中匕首 向着夜晨而去 臭小 可话还未说完 他便发现自己的身躯 根本无法动弹 夜晨无奈地摇摇头 一步一步走了过去 他伸出手 将魁梧男人身上的匕首 拿了过来 我其实真的 不想对你们这些 普通人动手 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从今以后 做个好人